要不要再打 喂 黃黃 我剛到機場地庫 你到了嗎 你等我一下 我去找你 我剛落地 手機馬上沒電了 你別動 我來地庫找你 我在C區呢 喂 喂 這麼一點了 走 走 李天欢 不是 你在干什么 不知道自己怀着孕啊 家里人都急疯了 你知道吗 我给你手机干什么用呢 不知道提前打个电话 因为你谁啊 没什么骂他 徐文松 说我无理取闹 说我乱花钱 说我不善良 他胡说八道 你别听他乱说 喂 我徐文松 每年换电话关机 需要也不接 我真就找你了 徐文松你刚才说了 我懒你大力 徐先生 喂 喂 哥 你能不能好好管管 你前未婚妻啊 他被你毁婚被你甩了 爸爸他全世界的女人 都跟他一样惨是吧 哥 李念欢肚子里的孩子 要出什么事 他能负得起这个责任吗 就知道瞧事 不是 徐文松 你在那骂谁呢 这件事情跟余嘉义 有什么关系啊 什么叫他被毁婚 他甩我的好吧 徐文 你让他管 换换 换 打了 徐文松你滚蛋吧你 别像个巨婴似的永远都只会四处甩锅 不是 徐家 你 我懒得跟你说 哥 你让欢欢接个电话 我跟你说啊 你还是先滚蛋吧 啊 孝光 这徐文松就是这样 有几个臭钱吧 就老觉得自己了不起 那么晚了 我送你们回去吧 不用了 我再叫车了 不是 我姑姑一定要跟李念 换视频 要不然她不放心 她手机又没有电了 你又没有我姑姑微信 你 这怎么办 手机呢 给我 今天就打 打完你就别管了 手机啊 拉车上了 车呢 你们等着啊 我开过来 妈 我没事 真的 我就是出来散散心 你放心吧 我住佳恩那儿 欢欢啊 你让佳恩接电话 我跟她说几句 阿姨 哎呦 佳恩啊 好久不见 这几年 你还好吧 挺好的 你看 这许耀 这么对不住你 你还这么大度 把欢欢当自己的妹妹 这几天就麻烦你了啊 你好好说说她 她听你的 其实啊 这夫妻今天吵吵架 闹闹别扭 都正常 你让她休息几天 休息好了就回来 再不行 我和她爸爸 去北京接她也行 放心吧 阿姨 你看 你这叫我阿姨 我还不习惯了 想起来那个时候 你就像我自己的女儿一样 楼舟我说 姑妈也是妈 阿姨 我们不说过去的事了 那个呀 我们现在要要的债都还完了 如果可能的话 那个姑妈 先不说了 我跟妹妹去吃饭了啊 好 好 好 去去去 你和许文松为什么要吵架 我又生死死了 你和许文松为什么要吵架 我去过天台了 本子你已经拿走了吧 我去过天台了 是 下次有机会带出来给你 毕竟是送你的 送个本子 我以前说过 等有钱了 要带你去北海道看学 你当时还是说 实在不信哈尔滨也可以 但就算这样 都后来也没有去成 分开之后 我一直以为你在成都 那成都是不下去的嘛 有一年冬天 我一个人在北京 我很想你 所以我就买了火车票 去到哈尔滨 然后用那个本子 借了长旭 你觉得很感人是吧 我觉得很可笑 我不吃了 等花来了我就走 不吃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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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你是那个毁了我人生的人 不要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我们不是分手的关系 我们是毁婚和被毁婚 抛弃和被抛弃 伤害和被伤害的关系 错了 错了好吗 我错就错在 你当初跟我提分手的时候 我答应了我以为那叫成全 我错就错在 我根本就不知道 其实你不愿意提分手 那我想请问你一下 你既然不愿意分手 你天天在跟我闹什么 好 我不管那些了 我先表明我现在的态度 所有的错都是我一个人的错 可以了吗 你根本就不懂我在说什么 那你说点让我懂的 天宇佳 我只是想告诉你 不管是曾经现在还是将来 你对我而言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人 我不想你每次见到我搞的一封 不供戴天仇人的感觉好不好 那就别见啊 走了 不吃了 就你烦人 晓安 等我 我ổ个人打不走 你去哪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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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去哪儿了 那你去哪儿了 我要去北京 我要挣钱还债 我怕我一看到你 就会动摇 我后悔说分开那些话了 你回来吧 我们下周就要结婚了 我怕你真的嫁给我 我会拖累死你 许阳 许阳你撒谎 你说你会永远爱我 这就是你说的永远吗 你说得很对 我就是不靠谱 但不好意思 我就是永远爱你 许阳 你再不回我小姐 我真的不会原谅你 许阳 你是个懦夫 你只会逃命 我说的后悔 不是后悔分手 我是后悔答应你的求婚 再见 我要把你删除了 你看呜